君臣之间最合适的相处模式 就是明面上是上司下属 私底下却是无话不谈的知己 但是真正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却很少 毕竟想要达成这种完美关系 需要两者各退一步 众所周知君王都高高在上 他们都听不得忠言 但恰恰只有敢说忠言才是贤臣 朝廷上下敢于说忠言的大臣只是少数 大家都希望明哲保身 毕竟半君如半虎 稍微不注意就会迎来杀神之祸 历史上的明君贤臣能相处得好的几乎很少存在 但很少并不代表不存在 比如唐朝的武则天和敌人杰就是这么一对君臣 我不能说武则天是没有一点缺点的明君 但敌人杰绝对是为国家为人民考虑的贤臣 正是有这么一位贤臣的存在 武则天的江山才能稳固下来 而武则天和敌人杰可以说是最好的君臣关系 武则天深知敌人杰的性情人品 所以至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他 打从君臣第一次见面 武则天就叹服敌人杰的作风 武则天非常欣赏敌人杰的为人 敌人杰因直言不讳 在朝廷得罪了很多人 即便是比自己职位高的官员 他也不畏惧 所以敌人杰被弹劾侮辱丞相 因此被贬 直到武则天称帝 敌人杰由于工作能力出色 一路升迁成了宰相 由此可见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武则天问敌人杰 虽然你政绩很好 但是有人在背后弹劾你 你想知道是谁吗 而敌人杰回答 若陛下认为臣错了 那么我会改 若陛下明白臣没有过错 那是我的幸运 至于弹劾我的是谁 我并不想知道 将来还是会正常相处 仅仅是这样的一段话 让武则天叹服 并且开始重用敌人杰 当然 这也引发了其他人的不满 甚至诬告敌人杰想要谋反 敌人杰为了保命 只能承认 但私下书写冤情书 让人带给武则天 武则天决定亲自审问这起案子 他召见了敌人杰 武则天一一询问 最后证实敌人杰是被诬告的 证据都是伪造的 所以免了敌人杰的死罪 但贬他为地方官 没过多久 敌人杰依然被召回 重新重用 武则天非常欣赏敌人杰的为人和能力 所以 敌人杰到了退休的年纪 武则天依旧不允许他告老还乡 虽然有时候敌人杰说话不好听 但是忠言逆耳 敌人杰的每个建议 都是为了国家 人民考虑 所以武则天也会听取 敌人杰死后的一道奏折 暴露和武则天真实关系 说到底 武则天和敌人杰是正常的君臣关系 但相比其他的君臣 二人似乎又不太一样 因为普通的臣子 根本不敢如此直言不讳 面对敌人杰多次的直言不讳 武则天虽然不舒服 但也耐心接受了 由此可见 两人关系确实不一般 武则天并非脾气好的人 他能不变黑白为了自己宠爱的男子诛杀亲人 但对于敌人杰总是网开一面 甚至他不让敌人杰行跪拜之礼 也让其他人没有重要的事不要去打扰敌人杰 敌人杰去世后 武则天悲痛一场 每当遇见朝廷大事 想要找人商量 总会想到敌人杰 敌人杰去世后 他的儿子在收拾遗物时 发现了一道曾经武则天的奏折 原来当初 敌人杰受到诬告被平反后 特意上书感谢武则天 而武则天也回了八个字 朝堂之事 与清推心 由此可见 除了君臣关系之外 两人还是推心致富的好友 两人单独商讨国事的时候 敌人杰敢于直言 不仅把武则天当成君主 更是当成朋友 武则天也明白敌人杰的良苦用心 所以有时候即使话不好听 也会听去 这是两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当初敌人杰被污蔑 但还是被贬 是避走的流程 即便武则天不舍得 但明面上还是要这么做 他相信敌人杰明白 而敌人杰上述的行为 也在说明自己没有任何怨恨 所以武则天敌人杰之间 才是最好的君臣关系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李世民死前问武则天 我走了 你怎么办 武则天说了八字 保住性命 历史上 男领导者占绝大多数 唯一被认可的女皇帝 有且只有一位 那就是武则天 能从男子手中夺得天下 武则天是真的很有魄力 其实 武则天一开始 也只是柔弱的女子 促使他想要夺位的野心 或许也是因为不公的命运 古代女子的地位真的非常低 想要让别人瞧得起 就得不断往上爬 古代男尊女卑 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一件事 女子的地位非常低 从出生开始 就被安排好了 结下去的命运 出生 嫁人 生子 都是早早安排好 可以说 女子没有一点自我可言 她们的存在 就是为了繁衍子嗣 相夫教子 不仅如此 古代女子根本不被尊重 稍微做错了一点事 就要被流言压死 历朝历代中 只有几个朝代是例外 比如唐朝和宋朝 这两个朝代 民风相对而言比较开放 她们可以接受女子自由婚配 和感情不合理意 唐朝更是做到了皇室也是如此 杨贵妃和武则天 都是第二次嫁给皇帝 杨贵妃更是嫁给了自己的公公 这种接受程度 确实让人震惊 可古代皇帝就是权威 没有人能够质疑皇帝的决定 只要她们喜欢什么事 都可以接受 武则天作为第一位女皇帝 她的人生经历 也算得上一步传奇 若她没有生在那个朝代 或许达不到这种高度 可以说武则天是幸运的 因为她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 才坐上了最高位 但凡有一点不符合 她都不会如此顺利 当然也归功于武则天的自身实力 若不是做皇帝的材料 她也不可能稳坐皇位十五年 不管怎么看 武则天都是古代的励志女性 也正是武则天成了女皇帝 让唐朝的女子地位节节攀升 她们可以和男子一样入朝为官 比如武则天的好帮手上官婉儿 也是一名女子 武则天一开始 只是李世民的小小才人 根本不值得他人重视 可武则天既然能入宫为妃 肯定天字由约 可依旧没有得到李世民的宠爱 据也实记载 是因为李世民提前得知了天机 据说武姓会让江山溢筑 这让李世民起了防备心 把身边武姓人都以各种理由流放 而武则天因为是女子 所以被留了下来 可李世民依旧不放心 所以便故意冷落武则天 十几年的后宫生活 武则天还是一个小小的才人 直到李世民患重病炎炎一息之时 他召见了武则天 看着武则天娇艳的脸庞 他起了杀心 生怕武则天将来对李唐江山不利 他故意试探武则天 问自己死了你该怎么办 武则天也有自己的心思 他当然不甘心被杀 所以就说了八个字 清灯古佛聊此余生 正是这句话让武则天保住了心灵 李世民念及武则天陪伴了自己十几年 不忍心下狠心 听到武则天这样的回答 就让他和其他没有子女的嫔妃 前往感业寺维尼 或许武则天也意识到了李世民的杀心 才会说这八个字 实际上武则天早已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 那就是李治 因为感业寺中的生活太过枯燥 武则天不甘心 他还是希望回到皇宫 李治对他有想法 武则天就利用这一点攀附上了李治 顺利回到了皇宫 开始自己的晋级之路 因为李世民的心软 让李唐江山易主了十几年 幸好最后 武则天还是把江山还给了李家 李世民和李治也算欣慰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